好,我們上禮拜介紹完晶圓支配後 如果我們之前講的製造晶圓的是有製造晶圓的公司 等製造晶圓公司將晶圓製造完之後 就開始交給晶圓代工廠去做後續的處理 所以進到晶圓廠之後呢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晶圓廠內的分配配置 首先晶圓支配後 晶圓代工廠會將晶圓開始要進來進行各種處理 一看進行所謂的熱處理 熱處理完之後呢可能來經過圍影 圍影完之後的時刻或是離子負擬 然後再進行後續的沉積、浮沫 然後再進行熱處理或金屬化 一堆的製程不斷的重促來回來回 所以我們後面的章節就會包含有所謂的 熱製程、微製程、時刻製程、火墨成績製程 還有什麼呢?離子負擬、CMP跟金屬化 每一個都是一個固定的module 而晶圓送起來之後呢就會在這些製程裡面 一段的互相來回進去 等到全部晶圓做完之後呢 會來做電路測試 在微製程的時候就會做電路測試 測試沒問題之後呢就會幫它封裝、封起來 那封裝封完之後還會再做一個最後的測試 結束後就被它去賣 那通常封裝會到什麼日月光啊 細品啊這些公司去做封裝 通常封裝不太會再進了代物餐 除了最先進的CMPO技術什麼 就是現在也在強調的所謂的3D埃形 就將不同的晶片努力製造之後呢 在賣之前就把它們方便在一起 然後就把它們方便在一起 這種就有可能會在晶圓代物廠裡面做的 這部分還是要看 到底晶圓代物廠跟封測廠他們之間怎麼存工怎麼處理 那首先呢在整個晶圓製造過程中呢 最重要的一個數據 最重要的數據就是糧綠 糧綠有很多種糧綠 我們第一種先來講晶圓糧綠 之前我們講過 一核晶圓是25片 所以這25片送去晶圓廠一ROP就整個25片 可是在25片中 整個晶圓介入的製造過程 有數千道空虛 有上千道空虛 而在這上千道空虛中 晶圓會不斷的晶圓來回 而每一道空虛就會 可能會產生 它揮損的機率 每過一道是神 然後它可能怎樣呢 可能會到有固然物 或者是有空氣中的威力動上去 那最主要的什麼呢 如果是晶圓的話 什麼叫做晶圓糧綠呢 我們做時間的晶圓總數分支 全部做完之後 做完上千道數千道四成 做完幾片不夠 排除很好的晶圓數量 那什麼時候會造成這個 這個糧綠小零一呢 比如說地震 做到一半的地震 還有偏偏 或是有些步驟做到一半的時候 急急當急 這片晶圓十顆 找到十顆壞掉了 而且不可回復 那這邊晶圓就 不行了 總之 在蛋糟裏製造過程中 任何一些天災人禍 都可能造成晶圓爆灰 就是它沒有辦法從頭跑到尾 跑到中間的時候 這邊就爆灰掉了 可能因為一些片災 或是一些人為屬失 造成它無法拿到低齊的功能 它就會爆灰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先計算說 好 進去一盒25片裡面 最後完整可以做到幾個有多少片 這個就是晶圓兩率 那晶圓兩率完之後呢 我們前面又是講到一個晶圓上面 會切了很多個晶圓 每一個晶圓就是獨立的晶圓 那半導體製程上面 都會有所謂的均勻度 均勻度 以及什麼呢 機台如果出現的狀況 也可能會造成均勻度不好 或者是什麼呢 每經過一個半導體製程 每一個機台都會有機台自己的回力 或是機台的灰塵 機台的污染 那翻譯這個忽然剛好落在 整個電路補給中很重要的地方 比如說金屬連接線 有一個尾力擋在這邊 欸 原本該短路的 沒有短路了 被一個尾力擋住了 那這個電路就死掉了 那這三次的經歷 就沒有辦法成長這麼多 所以呢 第二個兩邊就是什麼呢 一片晶圓上面的總經歷數 分之 確定符合產品規格經歷數量 因為每個半導體製程都有 它的製程variation 製程面移型存在 都有它的製程面移型 所以好像各位過去煮菜去做地殺 每一店地殺來 你弄完之後 再去刷烤肉架 或是刷人看見這樣 總的地 總會有些地方不要刷厚一點 有些地方不要刷包了一點 那放上料的時候呢 欸 有些地方不要厚一點 有些地方不要少一點 而最後做完之後呢 進行口味測試 結果發現呢 你口味測試給一個範圍標準 在這個範圍超過的 或是不到的 都判定不行 那這些就會變成它 就沒有通過 沒有通過我們的測試 所以 每一片晶圓做出來之後 每一個晶圓都要 獨立的去測量它的一些 它的一些測試元件 然後測試元件過關了 確定沒問題了 它還是我們所謂的完好的晶圓 那你知道過程中 只要你的無塵師的環境 管理的不夠完美的話 都會造成你的精力量率下降 而 晶片做出來 硬核裡面做到最後剩下多少片 25片出來後剩下多少片 就是晶片量率 而每一片上面 假設有60顆精力 可是真正能夠賣錢的量到出來 4片的可能只有10 那量率就是6分之5 而這些 這些 還是完整的晶圓喔 完整的晶圓量好之後呢 要送進5工測試 比如說是月光或是戲 它們要進行什麼呢 它們要進行上面每一個精力的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還要把它封裝 所謂封裝就會用塑膠模 或是套塑膠 把它包住 而不再是裸金狀態 這個部分我們來 看一下 這是一個SYNC 一個晶圓上面有很多的精力 每一個精力切割下來之後 最後都會放在你的墊墊上面 這個墊墊可能是塑膠 可能是陶瓷 看東西哪有什麼東西 然後呢 在你的晶片上面 晶片就是你的晶體墊 裡面會有很多腳位要拉出來 晶片的腳位 要利用打電機把腳位拉出來 然後最後的把它封住 使得你的晶片 完全不會磨落在空氣中 然後呢 一般人去摸眼 也不會摸到底 因為這是你的關鍵 你的精力在這裡 它為了要保護 比如說像很多面板 那個很多的晶電路板 IC板 你會看到 電路板上面有很多的晶片 而這些晶片都是封裝完後菜 插到硬刷電路板上面 確保不會裸露出來 被人為而摸到 讓它動成喪失 比如說 好 首先你可以看到 晶圓上面每一個就是一個精力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精力 所以做完之後呢 他們去測每個精力四孔 它上面的電路都可以符合我們的規格要求 比如說我今天我的精力是CPU 我的CPU速度要2GHz 然後給它一個範圍 可能1.9到1.8到2.2都算成功 結果呢 有了2GHz 可能只有1.7 那就18 就代表什麼 但做這個過程中 那個沒有達到我們的理想 就如此類的 所以那個精力會有精力量力 而這間精力 這個我們叫做 這個呢 我們就稱之為那個 海螺在外的精力 然後螺精力 那精力海螺去過 紅樁 好 要將剛剛那個 每一個微小的精力 最後封裝成我們市面上 我們看到的 金片 買來的去了 它其實是將精力 放到這個 這個模具裡面 然後呢 裡面要連接電壓的角位 或連接訊號的角位 再有的話用金屬拉線 爬出來 然後最後你們看到說 成名就是像這樣子的 金片 所以呢 從精源 進去製造過程 製造出一堆的精力 把它每個精力 切割下來之後呢 還要再封裝成 晶片 然後晶片 再拉出角位來 再接到 用刷片布袋上面 所以 晶圓 晶力 最後變成 晶片 是這樣子 一路一路出來的 所以你們都知道 我們的封測所在過程 它就是幫忙 封裝 以及封裝完之後 因為在封裝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會損壞晶片 所以在封裝過程中 我們已經確定在 我們在晶圓的LEGO 在晶圓接起的時候 我們已經測試了 這個晶片 是OK的 是符合標準的 可是封裝的照片 再測一下 一有可能在封裝過程中 都不小心 弄壞它了 或弄上它了 所以這也有一個封裝量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封裝量率 就變成最後晶片 會不會完全的封裝 所以 總量率就是什麼呢 三個量率的相承 三個量率的相承 那這三個量率相承 哇這承起來 非常恐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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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 IC製程的量率是0.99 每一道 我剛剛講過 一個晶片製作 需要 數千道流程 那今天就講 假設我只需要500道製程 每一道製程 我的量率都可以到達99% 那做完500道製程之後 量率是多少 1到0.99 99% 500到0.99% 就只有60% 0.66% 就好像有人講了 0.99%跟脂肪沈下去 很快就會繼續 每個人只要做到 只要比 只要越接近1% 這個才有可能提升 所以你就知道說 每一道0.99% 很差啊 在晶圓代物廠裡面 或在半導體廠裡面 每一道製程的量率 99% 這是很低耶 應該要99.99% 才對 不只是細的存入 連你的 每一道製程的量率 都要 局局完美 否則做出來就會很差 而 現在晶圓代物廠商中 譬如說 台積電 台積電 它就是從 Weber的話 從晶圓製造到晶圓結束 到每一個上面的大 這兩個相乘起來 基本上都九成以上 台積電的前兩下相乘起來 精神它都九成甚至 甚至九成五以上 才有多少貨利 因為你賣人家 是賣一片金圓上面很多 應該說 做生意有兩種 一種是什麼呢 客戶直接跟你賣一片金圓 這是一種 一種是什麼呢 客戶跟你買上面的蛋 那如果是跟你買上面的蛋 你的量率越高 一片 你做錯一片成本固定 可是如果上面的蛋 所活率量率越高 你可以賣的就 越多嗎 那量率越低 你就賣的越少 那基本上 一般如果你的量率 沒有高達八成 如果你一個產品 的製造流程 你的量率前兩相乘 如果沒有達到八成 基本上你還會賺錢 還會賺錢 除非是非常貴的製程 這種像現在的先進製程 今天的熱月的新聞房 iPhone現在用的790製程技術 然後呢 台中間有發一個新聞說 有望明天推出 那一個製程技術 在這種最先進的製程技術 因為它毛利率高 毛利率高呢 欸賺了就多 但是 也就代表說 你要賠錢 你的量率可能要賠錢 可能只要 可能只要超過50% 你就有得賺了 可是如果你要賺多一點 當然就是要越高越好 越高你才可以賣 越多顆 這樣子 所以在早期在先進製程當中呢 很多 很多搶領先的公司 就會率先賠本賣 比如說我的兩月很大 可是我要先搶四三月啊 我要先搶四八 我要先做廣告啊 就像韓國公司一樣啊 每次都要先搶廣告說 我們搶到了世界第一 我們最後優先 明明我的兩位還不起來 但是我已經有 可以活的 或是可以 可以Walk的晶片 只是我整體 直到技術還沒有回調 我就說我要買 然後呢 賠了錢我自己出 然後就是賣個客戶 然後呢 馬上就變大碗高 說 蘋果晶片 率先採用本公司 多少製程技術 哇 馬上講一波 然後台下的人就會覺得 哇 他超越了 他領先了 我們輸了 就此類的 實際上這個是 有良率存在 你良率沒有拉到 沒有拉起來 基本上你可能是可以很棒 但是為了你嘛 有時候是 商業手法 策略 有時候恐慌效率會更大 所以良率呢 很重要 而良率這什麼關呢 良率跟你的缺陷密度有關 如果每一道次程 就會造成你經驗SARS 產生缺陷的話 你的良率就會下降 你的良率就會下降 所以呢 你的缺陷密度 不可以開到 如果容易產生缺陷的話 你的良率就會降低 所以呢 在這個指導過程中 我們很擔心所謂的 致命性缺陷 那什麼叫致命性缺陷呢 我舉個例子 我們舉個例子 假設今天 這裡是一個晶片 晶片上 假設我有一個電路 我就假設說 好 我直接畫一個放大型電路 假設 假設我今天沒有一個電路在這裡 它有一顆電機器 有好幾個電路在這邊 那如果今天我們製造過程中 突然之間 千花板掉下一個灰塵 在製造過程 欸這個灰塵我剛好掉在這邊 會不會你講到 那個雲的電路操作 不會 因為它站在空地上面 對不對 那掉在這邊 好像也不會 可是萬一號數子 剛好在那電機器上面呢 你今天已經就舒適了 就回了 這個就叫做 致命缺陷 所以 一個晶片上面 我們講到做固局 一個晶片上面的固灣 還會稱之為電路固局 叫做Layout 電路Layout 在Layout上面呢 一定會有什麼呢 一定會有 會有 沒有固灣的地方 跟有固灣的地方 有固灣的地方 有固灣的地方呢 就會 如果有缺陷落在有固灣的地方 那就會產生致命的缺陷 可以 所以這次硬缺陷 其實跟怎麼有關 更重要的是 跟這個缺陷發生的位置 是怎麼有關 好 好 隨便空 假設就是一個晶片的Layout 也就是 它在晶片上 它的固灣畫畫 兩名女媽媽 盡量適用 你擋它越來越好 你會看到 有的地方就有電晶體 有電晶體 然後也有金屬連接線 看一看有沒有更清楚的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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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 你看啊 好 有沒有看過 海客人物 大家有沒有看過 紀錄裏為演的 那個Matrix 海客人 有沒有 他們電腦這樣嗎 整個世界都是那個 數位做成 然後在那個 在總計的面前 這些數字是數啊 對不對 在我眼前 就是個電力 在各位的眼前 他只能夠 就直接看很多東西 好 它其實這裡就是一個電晶體 電晶體 每個都是一個電晶體 有很多的電晶體 好 然後你會看到 電晶體跟電晶體 會有金屬拉線 而金屬拉線 會搭動 在不同的金屬層 在做短路連接 所以你會看到 原件跟原件中間 是有空隙的 中間是有很多空隙的 並不是完全百分之百 塞滿的 沒有那麼好 原件跟原件的排序 排列一定會有空隙 好 就算有拉金屬導線 金屬導線 金屬導線 通往是在怎樣呢 它像蓋帶一樣 金屬導線 雖然高速公路 它可能是在比較高的地方 做金屬短路 然後不在同一層裡面 做金屬短路 就好像建屬跟建屬之間 我要連風 我用空隙的可以連風 我不記得在底層 一樓就連風 所以很多都是使用這種 空隙式連風 所以假設 假設它跟它 缺陷方是在這裡 故意講這個連路 這缺陷就不致命 可是如果我的缺陷 發生在原件上面 剛好在原件上面 它可能就會變成 致命缺陷 所以致命缺陷呢 當然 如果這裡缺陷的 比如說你的灰塵 很大顆 那大會有影響 那我講的是 如果是小顆的 它剛好落在 沒有圖案的地方 或者是它雖然有圖案 可是這個圖案是在 五樓的時候 才會有最好形線 比如最好紅色線 它可能是在五樓的地方 才會拉線 可是你可能在二樓的地方 產生缺陷 它還是有影響 它已經想到五樓 原本也是平安五樓 它可能變得到六樓 可能有影響 但你反射兩側 會兩側到死掉嗎 可能還不會 可能用了三五天 才發現壞掉 再拿去跟老闆 換新的 就是下次一點 那有可能 它掉在十樓 十樓 十樓 根本沒有這條線 哪有差 就沒有差 它就完全不影響到你的電路 這樣了解嗎 只告訴各位 缺陷發生的位置 跟發生的時機 到底有沒有影響到 你整個電路操作 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你會發現到 致命性缺陷的關鍵 就在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在哪裡 你知道有多少個 缺陷位置 多少個缺陷存在 而缺陷位置又很重要 所以就會知道說 在記憶電路指導當中 環境很重要 潔淨度很重要 要乾淨 不要有污染源 不要有污染源 所以 機體電路能夠達到 即時即時的巴掌 全部 絕大部分要帶走 了 無塵式的 因為 唯有無塵的地方 才可以確保電路做到這麼小 你要知道 一個小隻加大小裡面 有數十幾個面積在裡面 而你又要保證 數十幾個面積 全部都要正常工作 而且在這段過程中 沒有可能不小心 你講話噴個口水 你呼吸不小心 就圍一出來 吊在上面 就出事了 甚至如果你還有抽菸 你可能身上掛到PN2.5 一浮下去 他就輸掉了 所以 無塵的環境很重要 早期的無塵師是佛醫學用的 就是佛醫院醫生開導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主要要求是無菌 無菌 無菌治 你知道細菌有多大根嗎 細菌大家知道嗎 好 來 直接摸一下就知道了 無塵的環境 比無菌的環境 還要嚴格很多 所以他把它倒起來 沒有力氣變貴才多了 興趣還很多很多種齁 什麼病毒啊什麼的 為什麼我畫出來是他 好沒關係 後面應該會有那個 另外一本書 我記得細菌 哇 這是細胞耶 天啊 細菌大小 大兩到三麥克風 染色體的實度也是維米 病毒的大小幾十個奈米 好 我們之前講過 現在發展到什麼 七奈米製程技術 原件的尺寸大約 在十幾個奈米左右 你看半老體原件 關鍵的尺寸 關鍵尺寸只有十幾個奈米 而細菌高達兩三個維米 維米是奈米的一千倍喔 麥克風米的十幾個 萬元之一個細菌 是好幾個電競機蛋 所以就知道 在我們無塵式的環境裡面 細菌只要出現在星圓上面 我們星圓就報銷了各位 你就知道我們無塵的環境 比無俊的要求還要高分別 還要高分別 所以 所以我們必須要產生一個 低粒子素的能造環境 不要有什麼灰塵 不要有什麼灰塵 因為所有的維粒都是 所有的粒子 空氣中的維粒 都是良綠的殺手 就好像P2.5是肺癌的殺手 而空氣中的維粒 是良綠的殺手 所以你的無塵式 你的販擾立場 如果良綠不好 很有可能 你大陸就不來自於 你的維粒的空管 沒有空管好 空管好 所以 既電路的製造 一定要在無塵式中進行 那無塵式在1950年代 之後才罵戰發展 而月曉的無星尺寸 就需要存進入更高的無塵式 所以無塵式有分等級喔 無塵式有分等級 所以你們來看一下 無塵式的等級怎麼分呢 無塵式的等級 等級叫class class test class test class test是什麼呢 每立方一直以內 直徑大於5.5維粒的維粒數 要少於10顆 就叫class test 少於100顆就是class100 少於1顆就叫class1 class1 然後呢 然後呢 點18 這應該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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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硬貫的S1 小硬貫的S1 而捷徑度越高的空間造價越昂貴 維護也很昂貴 維護也很昂貴 因為它空氣要一直吹啊 它一直維持這樣高的捷徑度 它的製造成本跟使用成本都很高 所以立刻辦公廠不會是 全部廠都是一個超高捷徑度的地方 它只有在製程端 也就是晶圓要進出機台的地方 是無程度要求很高 就是純度要很高 可能要PS1 但是如果是在走廊上 或是在運出的空間中 這個無程式的等級會比較低一點 可以PS1 所以它會看如果晶圓 經過的地方是被包的好好的 那那個區間 無程式的那個區間 它的等級就不需要很高 可是如果是晶片會碰到的環境 會裸露出來的環境 那那個度程度就會要求很高 所以晶圓不會隨時隨地的鋪漏在空氣中 不會 它絕大部分都是用接近度很高的相符 封起來 避免外面有顆粒跑進去 所以晶圓都是放在晶圓盒裡面 然後被機器手臂滑來滑去 被機器軌道傳送來傳過去 只有到機台關的時候 要輸入到機台的時候 晶圓才會 拿出來螺漏在空氣環境 而只要它會螺漏出來的空氣環境的地方呢 無層次的等級就要很高 只要它是不會露出來的 無層次的等級就不會那麼高 所以 這個就是 從 1萬 1千 目前我沒有聽過10萬 最差最差就是1萬 那 學術界 學術界像 那個 TSRI 我在辦理事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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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有可能Class100 跟Class1 它早期還有Class8 後來微乎開氧位 也不需要那麼高 它後來就變成100%萬 只有這兩種 只有這兩種 然後它做後半日子 就在Class1 前段日子就在Class8 它的定義是什麼呢 它有很多尺寸的要求 但是一般這個數字對應到是什麼 地質直徑 在0600以上的 要小於 每一方 只要小於百克的就是Class8 一千人就是Class8 更不要講 更大一千人就是根本不可以存在 根本不可以存在 根本不可以存在 而 整個骨身這個環境如何達到 高準硬度呢 它靠的就是 線性氣流 Late Interval 什麼線性氣流呢 就是 它的空氣 或它的冷氣 是從上 往下吹 所以只要空地中有任何圍影 就會被這個氣 往下吹 而這個地板呢 是樓空的 是樓空的 是幾顆銀河銀河的 是樓空的 所以 氣體 直接往下吹 使得 會有微力 會被直接吹 一個空間 會吹一個空間 所以它是保持著 線性氣流 齁 所有氣流 是直直的往下吹 所以空氣中 或是人 只要有微力就會被 往下吹 吹掉它 然後吹到自動的氣 再重新衝回來之後 衝空氣的時候 會經過所謂的過濾網 這過濾網就很像 都會在冷氣 冷氣裡面都有濾網 這是非常大的濾網 然後空氣很大的濾網 在無程式裡面 用的是HPPA EPA 它是高向型濾網 也就是說 你的微力 它不會吹自動這些微力 它是讓進去的氣 只要有微力的濾網 就在這個濾網 跟濾網 確保吹出來的氣體 幾乎沒有微力 或是只有 直徑很小的微力 因為顆粒比較大的微力 就被這個濾網給濾掉了 所以它就是 單一吹 幾乎是純淨 沒有微力的攻擊 一直往下吹 直直的往下吹 然後呢 吹過氣的氣體 在什麼地板上吹掉 這絕對不會是什麼呢 絕對不會是風時的地板 因為如果是風時的地板 吹下去 吹下去 你覺得之後又會彈起來嗎 對不對 往下吹吹到地板 地板如果髒髒的往下吹 你就會把顆粒丟在 吹起來 吹起來 所以 無等級高的 PS100的 一定是隆風的地板 好 這個是隆風的地板 孔狀型的 撈下去直接 往下吹 看一下 如果我們找到 如果我們找到影片 你會看到 這裡的地板 都是 孔狀型的 樓空型的地板 都是樓空型的地板 一個洞 一個洞 很多洞 然後心體這樣子 掛進去 吹的時候呢 確保所有的顆粒 或是從地板的空洞 往下 不會留在這個 空間裡面 這就是 無稱式的空間 所以 無稱式的發造 很貴 那還有一種是呢 等級沒有那麼高的 是用熱狂 它沒有樓空 它的等級覺得不道理嗎 它沒有樓空 但是怎樣呢 它上面有黏膠 黏膠 就好像那個 沙發上裡拿個黏膠 去吸沙發上的那個 毛羊 毛穴一樣 是顆粒掉外之後呢 它黏在地板 它有黏膠 然後每過一段時間 要放這個黏膠 是資料 不新的 它雖然不是任意跟佛羅 為什麼呢 這裡不是今年起初的地方 這裡是 酸鹼 供酸鹼 或是換氣體的地方 就是你在做半導實體 實驗當中 所需要做到的 會有黏膠液體或的氣體 要放這個地方 那這裡不會有 那個黏膠 不會有那種 重心 但是它也是 很乾淨之間太盡 所以重心物質是 有時候會覺得 腳皮黏黏的 那是因為它 一定要有黏膠 但是稀糾 它就不黏了 然後沒有錢 就不會不管它 好 所以呢 這裡就告訴你 因為晶圓在這個地方 晶圓要進入到機台 所以晶圓在這個空間中 會露出來 要進入到機台外 所以呢 這裡的要求 一起就是 KLX KLX8 或是KLX1 而機台的空間 期待存放的空間呢 這裡等於就不需要這麼高 它只要一切都可以 因為晶圓不會跑到這個空間 晶圓你都在這個空間移動 拿來拿去 或者是進到機台 在機台裡面停坐 而它不會到機台旁邊的一些 這個區域就是維修區 如果機台出現問題了 它就是走到維修區 從後面來拆一間機台 如果它從這裡進來拆一間機台 到這裡 這個空間也不要緊張 也不要緊張 這裡要保持乾淨 所以剛機台壞掉的時候 它會去從設備區域 去維修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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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 晶圓的進出端 就會保持著 不要讓空間這邊 可能KLX比較差的 污染到裡面 所以它是有分不同區域的 所以無聲勢的這一部 無聲勢的這部 無聲勢的這部 它都有規劃 都會有規劃 所以 整個無聲勢的規劃 就會分別 分別有什麼呢 有製程區 跟有設備區域 而機台的警戍口端 會漏在製程區域 但是整個機台 方式的地方 就是設備區域 而機台導致出現問題的人 就是走進設備區域 去修機台 而你今天要做製程的時候 呢 就是走進製程區域 去做製程區域 如果你非常有錢 你全部都Case K Case 1 當然可以啊 只是不需要到洞口 不需要到洞口 所以 一個經驗帶動場 它整體 整個廠房中 空間的配置 據說 也是機密 也是機密 因為據說 所以機台怎麼綁 怎麼搬 怎麼搬 怎麼配 也會影響到兩名 你看我們是科 我們是科學家 我們才是做科學的人 每年8月15 7月出門門開的時候 各大機器廠門 可不知道還是會辦來 不知道還是辦來 不知道還是辦來 機台都會綁著乖乖 機台都會綁著乖乖 我們實驗室 連兩側機台上面 都要綁乖乖 你就知道 這種統計的東西 影響到統計的東西 那就是鬼神了 不然你沒有辦法 對其餘的東西 做出任何努力嘛 你唯一的努力 就是出去 祝你都不亂說拜拜 然後呢 今天就會有什麼 私事程序啊 過山群這種 廣光區 這些我們都會在後面的 努力長進去 而給人介紹 所以這裡只是告訴各位 整個開放裡面 無城市很重要 而無城市又有分 赤城區跟社會區 他們要怎麼決定不同 因為無城市的維護 跟製造都很貴 所以等現在的很多 爆章打字都在講 像中國大陸叫 黃色清源廠 而黃色清源廠 就爽到誰 爽到建造清源廠的 建商呢 就是 無城市的製造 無城市的製造廠 還有什麼呢 你只要設新廠 就要買設備嘛 你要簽多設備 還可以做嘛 所以爽到了設備廠 所以很多半導體蓋硬 開始不標版了 為什麼 它就是專門賣機台的 或者它是專門蓋了層次的 現在中國大陸的需求很大 因為他們想要 Main in China 全部Main in China 所以他們就蓋了很多 金源廠 他們又很會 很有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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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燒 所以 一片機能做出來之後 會有自動量測機台 我們稱之為WAV WAVOR AUTOMATIC TEST機台 WAVOR AUTOMATIC TEST 然後呢 它會量全部所有的單 它會去量它量測 你可以告訴它 你要量什麼程式 接一下在哪裡 全部告訴它之後呢 它機器就會自動去量測機台 然後呢 只要量出來的測試結果 你可以告訴它 我的量測我要看哪些參數 而這些參數呢 都有合格的上下線 那只要上說這是上下線的 你就要告訴我 失敗 它就會告訴你 哪些代失敗 那這些就是我們的經歷量率喔 當你做出來之後 你肉眼看沒事 但會不會其實在製造過程中 已經產生了內殺 而這個內殺在電性量測的時候 才量測完 而外表你可能看不出來 是量測的時候才量測完 那這就會知道你的經歷量率 那 等經歷確定沒問題之後呢 就要把經歷 細晶片這個經歷拿出來 拿到哪裡呢 接到 機板上面 就要去服裝了 封裝後的基本材料 可能是清除 可能是陶瓷 而你的晶片 起晶片裡面上面 切出來的細晶片 要切在陶瓷上呢 首先就要有看別的材料 然後呢 把它們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之後呢 最上面就是你的電路 而且電路上面 所有的虛耗的進出 就要金屬拉桶 先拉出來 就要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呢 再把表面給封住 封好 就是你該把連接端 連接虛耗的金屬桶 給連出來之後呢 就把它們封鎖好 所以就需要有打線機 這個打線機 這個線通常是使用金啊 銀啊 那種 導電度很好的 但是又很貴的東西 所以打線機 最想用的是金 然後用金去打線 就直接壓著 它這裡會加熱 壓下去之後呢 它彈起來之後 再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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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壓下去 然後再把它加壞 那會 比較常使用的金 是因為我們知道 延展性最好的金屬 金 它的延展性最好 所以它可以打得很高 變很高 因為我只會短度就好 而金就比較貴 所以它一定受一個很薄的金屬服務 去做連接 那它的延展性就好 比較不容易失敗 所以造型都喜歡用金 或者在學校也喜歡用金 因為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要封裝的基板 然後每一個都是之後可以 接 拉線拿出來 我們就將我們的精力 放在中間之後 黏上去 剛剛講過 中間要有那個黏著劑 黏上去之後呢 再用打線機 把機面上的每一個角位 都打線 接到這邊來 而這裡呢 再接各自的金屬角位 早期以前 這就是我這種家庭代購網 大家有看過 以前那個 廣告新聞 他在拍那個 代購場 下風拍什麼時候 就看到一堆人 在看他那個機器裡面 很多都 在那個 索羅斯啊 跟那個 爛鐵這個腳位啊 什麼什麼 那現在都可以 電腦自動化 都機器自動化 機器可以自動化 做完這些 等到這些腳位都接好之後呢 在上面的把它 蓋上去 把這個 全部封住 讓你不要去摸到它 好 這就是通裝 把它封下來 把你 晶力給封下來 好 就這樣子 所以 最後呢 晶片的上面 晶片上面 晶片上面 好 因為這是另外一種 風裝技術 就不可以 好像這樣子 所以呢 晶力放上 晶力放上去之後 腳位接出來之後 這個腳位再接到外面 然後在上面 再附帶什麼 蓋起來 這樣就會成為了我們的 晶片 好 就會成為我們的晶片 好 那使用陶子塞料 就叫陶子 塞料 還有塑膠塞料 塑膠 塞料 就如此類 那現在最火的就是3D 紅裝 有些人可以自己去讀一下 什麼叫做3D 紅裝 好 以上呢 我們再剛剛講過 晶圓進到晶圓廠之後 我們之前講過 它就要開始要經過清洗 經過加熱製程 但是在講這些製程之前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 晶圓代工廠裡面 無層次的環境 為什麼需要 為什麼需要有層次的環境 好 以及今天的最後過程 要追求糧魚 追求糧魚 就要求 污染 零污染 高看鏡的環境之後 才可以繼續所謂後續的半導體製程 好 我們這個地方休息一下 等一下 我們看進到加熱製程 謝謝 謝謝